中国网财经12月4日训记者从银监会获悉,11月28日至29日,银监会党委举办系统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研讨班。 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出席研讨班并讲授专题党课、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明就党的19大报告精神进行专题辅导、银监会党委班子成员、各银监局党委书记、机关各部门党支部书记、各会馆单位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研讨班。 研讨班上,郭树清带领银监会党委班子成员和系统各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众温入党誓词,并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努力开创银行业监管工作新局面为题讲授了专题党课。 郭树清强调,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党的19大精神,是银监会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要再学懂、弄通、做时尚下功夫,深刻领会党的19大的鲜明主题,全面认识党的18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本质内涵,深入理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持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毫不动摇把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郭树清直出,迎监会系统必须持续增强对全面从研制党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推进党封联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要深刻汲取杨家财腐败案件的教训,举意反三,认真查改,不断提高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能力,做到党员性党,党员性党,党员新党,积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努力建设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监管部门和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队伍。 郭树青要求,要按照19大决策部署,结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潜心研究,精心谋划,全面落实好新时代银行业监管新思路,新举措,全力以赴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坚决防范和化解新形势下的金融风险, 深入推进新时代银行业改革开放,努力开创银行业监管工作新局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党委委员,副主席曹宇在总结讲话中对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落实好本次研讨班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要求在真正学懂上带好头,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承担第一责任人职责,把中央关于十个,深刻领会,的要求落到实处, 在真正弄通上带好头,要学私建物,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武器,在真正做实上带好头,研究谋划新时代银行业监管新思路,新举措,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 根据银监会党委工作安排,本次研讨班后还将分期分批组织局级,处级两个层面培训班以及基层党支部书记集中轮训工作,不断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引向深入。